你桌上怎么摆着三台电脑 这样方便我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 提高工作效率 公司空出了一个管理岗位吗 他为了在老板面前表现 现在饭也不吃叫也不睡 内卷我 我不知道什么是内卷 我只知道做什么事都得全力以赴 他们不奋斗还不让别人努力了 真虚伪 他那是冲着奋斗去的吗 他那不就是想表现一下吗 有什么实力占什么高度 老板你给他们发吧 我一个人只干了三个人的活 我不配拿这个工资 你是真能舔啊 他是不是扰乱市场吗 主要现在老板一样整的迷迷等等的 大家都跟他学习 你这是 我刚才把我之前的积蓄都交给老板了 你补公司用水用电的支出 老板感动的差点给我跪下 我说你别低头 网关会掉 关键他卷的自己的 他别会啊 那之前公司都定好了 说上东方团建 小套不去 怕耽误工作 老板听完当时就感动了 我多感动 那感动得把团建都取消了吗 全公司都在这赔的加班 努力工作有什么不好的 我努力工作后 地位直线上升 大声说话 方便展示一下吗 老板 你一天就安排这么点活 打发叫滑子呢 再给我安排谁个人能工作 你有没有应兴 我看同事们工作都挺消极的 那公司不有能干活的吗 还用着我的了 你得想 别让你那公司玩游戏 我敦煌去不了 玩我游戏咋的了 再说玩我游戏咋的了 你公司都不要了 我跟你能比 你不要公司 靠什么生活呢 这个只要大家好好干 这个来年啊 咱们一定大有可为 这个好办 饿了就听听老板花的饼就够了